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咨询奉告》 今集邀请到市政署的代表杨玲小姐上来的节目 杨小姐 你好 你好 在抗疫期间 不少市民都选择外卖订餐 避免在餐厅堂食减少聚集 在食品安全的角度 市民叫外卖时要注意些什么呢 市民叫外卖时 除了要考虑食物的味道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留意配送设备的安全卫生 热食要存放在暴温箱 而生鲜即食食品要存放在冷冻设备里面 另外 收外卖时要查看食品的包装是否完整 如果食品有堵捨或流出 可能会受到污染 又或出现刺身 沙律等冻食变暖 热食变冻的情况 表示食品没有在适当的温度下保存 或配送时间过长 这样便会有资深微生物的风险 应该立即向配送员或商户反映 拒绝收货 餐厅或网络订餐平台 营运商应该如何做 以确保食品的配送过程中 安全及卫生 营运商必须用合适的器皿成在食品 按30分开的原则 妥善包装食品 配送时应该热食热存 冷食冷存 并使用有控温设备的车辆 或有足够保温暖效能的容器 确保食品的冷藏温度是在5度以下 冷冻的温度是在-18度或以下 热存的温度是在60度以上 营运商也需向配送员提供正确的卫生操作指引 例如尽量缩短配送的时间 食品是由制作完成到送达的时间 不应该超过一小时等等 近日为减少与客人的接触 配送员都会将食物送到指定的地点 由消费者致行领取 在此提醒大家 配送员在抵达的时候 应该是要立即通知消费者 亦不应该将外卖放在无人看管的地方 或直接放在地上 此外配送员都要注意自己个人的卫生 如果身体出现不舒服 应该立即求医和立即停止配送的工作 业家和市民都想了解更多外卖订餐的操作 和消费等食安注意的事项 在哪里可以获取这些信息呢? 因应外卖订餐的上升趋势 市政署特别印製了外卖消费食安提示的小贴纸 透过走货的方式派发给餐厅和食肆 鼓励商户贴在外卖食品的包装上 以提示消费者要注意外卖订餐的食安要点 如果市民和业界想要浏览 更多的食安注意事项和资讯 可以登入食安资讯网站 或下载名为食安资讯的APP 金塔,谢谢杨小姐 不用客气 节目时间多了,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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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